第一次发现妻子出轨的证据是在初夏 那天他刚跟公司领导出差回来 进门就抱怨 淘淘上幼儿园的事你想的怎么样吗 我刚要开口 他就说算了 我也白问 肯定没想 我有点生气 但还是压低了声音 什么意思 回来就想吵架 他白了我一眼 说本事不大 脾气挺大 我把火气按下去 转身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我就消气了 因为我知道柳如妍这样跟我说话是有原因的 我确实有混账的地方 柳如妍19岁跟我恋爱 22岁结婚 因为我爸欠债跑路 我们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办成 如今我29岁 他27岁 儿子陶陶马上面临上幼儿园 可是前年我急于给爸爸还债 参与赌球 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了 我当时几乎是跪下来求他 柳如妍才没跟我离婚 从此之后什么事我都让他三分 可他最近越来越过分 动不动就冷嘲热讽 我想算了 忍吧 毕竟这个我心爱的漂亮姑娘 自从跟我结婚之后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我推开门 看到他正在给淘淘讲解立体绘本 我没说话 默默走进厨房做了晚餐 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出差期间的事情 他虽然顾左右言他 但我没起丝毫怀疑 因为我知道跟他出差的上司是个女的 饭后他去洗澡 我拿他的手机 想点个购物网站的砍价链接 却在购买记录里 看到了一个让我五雷烘顶的东西 一件情趣内衣 性感 露骨 惹火 记录里显示 七天前已经收获了 七天前 就是他出差那天 我躲到一旁 翻看他的聊天记录 找到了一个男人的微信 头像是绿色的风景 这个人在柳如烟出差 当天的夜里十一点半 给他发了个信息 到我房间来 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继续往上翻 很快 我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柳如烟公司的大领导 沈途 那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秃顶为所难 我告诉自己要忍住 但脑海不停翻腾着柳如烟 和他翻云覆雨的画面 那一刻 我死的心都有 但是 死不能白死 我得拉着那个沈途一起死 恨意的种子 在愤怒的浇灌下 瞬间成长起来 盘根交错成参天巨树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我下定决心要杀人 我不动声色的 把手机放回到原处 准备先质问柳如烟 让他主动把出轨的事情 交代清楚 过了一会儿 他喜欢走出来 我看着他的样子 心里只觉得遗憾和悲哀 我们从19岁认识到现在 他一直都是个单纯的女孩 我相信这种事情 一定是那个男人主动 他是受骗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我问 你出差跟谁一起 他说 马姐啊 还有谁 他突然神色慌张一下 没别人了 他从来不会骗人 所以这一慌张绝对有问题 我刚要发作 儿子陶陶跑了过来 缠着让我陪他玩 我压住愤怒 我有个原则 再怎么着 也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发火 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 爸妈闹离婚 别管妈妈再怎么撒破 爸爸总是先把我哄进屋里 事后还会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 这点我深受父亲的影响 发大脾气的时候 从来回避着孩子 再者 柳如烟说什么也是陶陶的妈妈 我得在孩子面前 给他留住尊严 我内心憋着一团火 陪陶陶玩了会儿积木 然后到点就把他哄上床睡觉 陶陶睡着后 我来到书房 看到柳如烟正在改一份报价单 我们谈谈吧 我说 好 我也正想跟你谈 谁先说 我爸 他把手头的文档保存了一下 教育非常重要 我不想让陶陶束在气跑线上 我白白手 我不想说这件事 但这是最重要的事 他理直气壮 我承认这是重要 但还有更重要的 孙科你别跟我扯 你知道现在孩子们的竞争 有多激烈吗 先别说大学 单就高中 你知道今年的录取率是多少吗 现在不抓紧教育的机会 等他考不上高中的时候 你去哪哭都不知道 孩子的教育 我们可以改天谈 改天 改天 你每次都说改天 你就是在敷衍 他竟然哭了出来 他这一哭 让我心里很不适自卫 当初他嫁我的时候 他对我说 孙科 我可以没有婚礼 可以没有彩礼 但是我希望你对我好 永远不要让我伤心 但是柳如烟啊 虽然我一直在伤你的心 但是我的心 今天是被你彻底撕碎了 柳如烟啊柳如烟 我们两个人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柳如烟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 他继续说 孙科 人家都想着给孩子买学区房 但我从来就没奢望过 因为我知道我们买不起 你理解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心吗 别的家长都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小学 但是我的孩子从出生大课起 就注定享受不了这种教育 淘淘这么聪明的孩子 为什么不配得到好的教育呢 就因为这是他的命 好 那我认命 但在我能选择的范围内 我必须要做到最好 所以 孙科 那家幼儿园我上订了 别的我们不会去的 你说完了吗 我问 没有 他擦了擦眼泪 你能不能对孩子上上心 我叹了口气 最近我们总是围绕这一个话题在吵 他想让孩子上我们区最好的双鱼幼儿园 但那个天价不是我们家庭能承受的 而且 我也不认为幼儿园有那么重要 根本没必要上这么贵的 这笔钱完全可以省下来 等上小学的时候报补习班用 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根本没心情讨论这个 你到底去不去借钱 他又接着问 我看着他 不说话 你不见 那我去 你找谁见 不用你管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 是他公司马姐打来的 他接通电话 我听到那头马姐在催他交报假单 很急的样子 他挂上电话 对我说 我要做个东西 你先出去 我说 你关上电脑 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 他啪一下把桌子拍得震天小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吼道 我每天拼命熬夜熬这么晚是为了什么 我瞪着眼睛 几次想把要说的话脱口而出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攥紧拳头 回身走出房间 妈的 活该我窝囊 我抽了几根烟后 冷静了下来 我意识到 我还没掌握无懈可击的证据 如果现在对峙 他完全可以找很多借口否认 当时我心想 难道我要继续等时机吗 或者说 得捉奸在床 想着想着 就到凌晨两点多了 柳如烟做完了报价单 满脸疲惫 摊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站在床边 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想象着他在别人身子底下 身影的画面 好几次冲动 想把他叫起来 但都忍住了 我自己抱着被子去客厅沙发躺着 但是一夜无眠 内心像被万千蚂蚁视咬般煎熬 早上 丈母娘来了 带着给陶陶做的早点 她像柳如烟一样 进门就开始抱怨 她说自己这里疼那里疼 这么大年纪还得来照顾小孩 说之前的同事家里 过了个保姆看孩子 女婿花钱让他们出国度假 这一句句话都在打我脸上 柳如烟起床 无精打采的洗漱完 就出门上班了 我紧随其后 偷偷跟着他来到了上班的地方 但我没有门禁卡 根本进不去他公司 只能远远望着大门 可能是没睡觉的原因 渐渐的 我神志有些飘忽 无数回忆涌上来 我和柳如烟是通过一款网络游戏认识的 当时我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 所以我在游戏里一支千金 他作为我们游戏公会里唯一的本地女生 经常得到我的照顾 他之前觉得有钱人都是嚣张跋扈 放荡不羁 可接触之后发现我完全不同 我有些害羞 懂得体贴人 为人处事和善 非常讲道理 一点也不霸道 他当时不知道 我并不是从小就有富裕的家庭 19岁前 我是个普通单亲家庭的孩子 小时候父母离异 妈妈就从没来看过我 我跟着爸爸长大 他又当爹又当妈 竭尽全力给了我一个不完整 但温暖的童年 父亲比较会赚钱 但在我19岁之前都是些小钱 只够我们父子俩小康 到不了一支千金面部改色的地步 19岁之后就不一样了 爸爸接了个工地大火 一年就赚了200多万 当时我在一所三流大学读书 父亲开着新买的宝马豪车来看我 请我宿舍的社友连吃了三天大喜 工愁交错间 他握着我的手 说 小柯 爸爸苦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让你以后不再辛苦 说完 父亲老累纵横 这种突然的报复 像冲击波一般扫荡了我生活 父亲给我换了当时最好的手机 最好的电脑 最潮的衣服和鞋子 冲击波过后 我魂不守舍了好几天 最初我觉得人生好像一下充满了意义 但是冷静过后 我发现人生是失去了意义 这很大一块原因是社友们的怂恿 他们说 你都是富二代了 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吗 还奋斗啥 我要是有个这么会赚钱的爹 我就天天花天酒地 都说条条大道通罗马 你是站着不动 罗马朝你跑来了 肯定是上辈子修的福 你这辈子就尽情享受吧 社友们说这些话 我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样的 问题是我听起来居然觉得每句话都对 从那时起 我就每天沉迷网络游戏 父亲每个月给我的钱根本用不完 我从游戏中花钱花到没了感觉 慢慢的 我的精神变得非常空虚 就在这时 柳如烟填补了进来 我约他线下见面 他当时穿着白T配oversize的花格衬衫 下身牛仔裤 踩着一双干净宽威 化了个简单的妆 却俘获了我的心 我当时一下就误了这么有气质的漂亮姑娘 不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吗 我对他展开了猛烈追求 人有钱底气就足 我努力展示我优秀的一面 很快我们就确定了关系 在校外租了的房子同居 对柳如烟来说 我也是个超理想型的男友 不抽烟不喝酒 除了爱打游戏外 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 自理能力强 会照顾人 财务自由 一直到结婚前 他都把我看作男神般的存在 那会儿他看到电视剧里的小鲜肉 会依偎在我怀里说 就算你和他站在一起 我还是选你 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 他说的是真话 这种美好的错觉 持续到我们结婚前半个月 那是一个秋天 但比往常要冷得多 爸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的语速很快 通话结束的也很仓促 但我还是听明白了 爸爸他投资了一个水泥厂 把自己这几年赚的钱都砸进去了 发现不够 又借了很多亲戚朋友们的钱 后来遇见政策原因 需要追加采购环保设备 于是又去借高利贷 钱越投越多 但是政策再次收紧 水泥行业现产 工厂于是向个无底洞 只吞不出 把这个中年人的希望 全部蚕食干净了 亲戚朋友要债上门 高利贷破油漆辱骂威胁 他精神濒临崩溃 不得已只能出去躲债 他嘱咐我 欠债是他的事情 跟我无关 如果有任何人来向我讨债 或者威胁我 立马报警 我没来得及跟他做任何告别 他就挂了电话 没想到 这一别就是五年多 期间 我们只偷偷地通过几次电话 他每次都对我说 爸爸在努力赚钱 马上就快凑够钱了 凑够钱就回来 他给我一个邮箱号 我给他发过几次 陶陶的照片和视频 他看完之后 都是回很简单的可爱两字 爸爸很喜欢小孩 如果他正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一定会把陶陶捧到手心上 就像当年对我那样 我和柳如燕的婚礼 因为爸爸的跑路而取消 这让我们夫妻的婚后生活 从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我总是对他说 等我赚了钱 帮我爸还上债 一定补办场盛大的婚礼 他说 只要陪在你身边就好 钱我们一起还 我非常欣慰 也非常感恩 但是 世上最让人悲凉的事情之一 就是男人对自己能力的高估 我逐步发现一个事实 我过往的整个人生 都是在父亲的庇护之下 离开了他 我竟是半个废物 我连续两次创业失败 打工也因业绩不合格被辞退 后来在爸爸朋友的公司 做了个职员 老板李叔虽然对我不错 但他老婆时宜 却天天冷脸 他经常说 你爸爸欠我们的钱啊 你几十年工资都还不上 我们对你称得上大安大德了 你们能理解这种感受吗 寄人篱下 养人鼻息 生活的重担 把我本就不多的雄心壮志摸平 同时摸平的 还有柳如燕对我的期待 他慢慢开始抱怨 抱怨如今的生活 有了孩子后更变本加厉 我理解他的抱怨 理解他为人鲁之后 对丈夫的怒气不争 但是没本事如我 只能默默承受住 不是我不想努力 而是能力所限 他出差之前 我们因为 淘淘上幼儿园的事情大吵 我想 这也许是让他决定 出轨审途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来想去后 我发现自己 竟然可以原谅柳如燕 她是我心爱的女人 我认命了 但我没办法原谅审途 这个人 我是杀定了 在柳如燕公司门外 站了十几分钟 一个保安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偷偷拿出手机拍我 另一个保安 缓缓向这边躲步 像是要来盘问 为了不必要的解释 我转身离开 回到自己的单位 正巧遇见茶岗的十一 他嫌弃地问 孙科 你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我说 十一 今年我从来没迟到过 这是第一次 他满脸不幸 我不追究了 好好工作去吧 我没心情多解释 直接走到了工位上 做了点手头的工作 但过程里出了很多问题 我心烦意乱 给柳如燕发信息 在干嘛 中午出来吃饭 我们谈谈 柳如燕一直没回我 但我等到了另一人的信息 乌泽 哥 我回来了 这次待久一点 晚上一起吃饭 不知为什么 我看到这条消息后 眼泪竟然在打转 就好像是一个 在窒息的氛围中溺亡的人 突然看到有人向你伸出手 乌泽 我儿时的邻居肩发小 虽然他比我小几岁 但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我把他当亲弟弟看 他也把我当做大哥 我教他打篮球 教他玩网游 他上初中的时候 我替他打架 上高中时 我每天发信息督促他学习 他也对我很依赖 每天像个跟屁虫一样 黏在我身边 甩都甩不掉 所以此时出现的他 在我心里 就好似出桃桃外唯一的亲人 我发消息 中午吧 物责回消息 你选地方 我请客 中午 我们在公司附近 一家火锅店见了面 我已经一年没见他了 这一年里 他作为编剧 在影视圈混出了名声 但在他脸上 可以看出心事重重的疲态 由于下午还要上班 所以我只要了两瓶啤酒 我们起先都回避了 目前的状态 先从儿时的一些趣事说起 然后话题拉回到了 沉重的现实 他说自己因为忙于事业 而失去了跟一个好女孩 更进一步的机会 不过现在已经调整好了心态 他问起我现在的处境 我一开始直直无无 后来借着两瓶酒的微醺 把生活中除有如烟出轨之外的 所有不如意都倾诉了出来 但偏偏把最大的石头 留在了心里 乌泽说 我最近赚了一笔钱 如果需要 我可以先借给你 我摇摇头 说 我爸就是因为 在借钱上出的问题 我一听到借钱这两个字 就心里不舒服 我不想走他走过的路 乌泽拿起酒杯 碰了下我的杯子 我又不会催你还 我拿起酒杯 说 我现在知道了 人一旦习惯了一种生活之后 是很难去改变的 比如之前 我被我爸照顾得很好 什么都不用我管 我习惯了这种生活 一旦没了我爸 我就一无是处了 我尝试着改变 但是二十多年养成的本质不会变 那些心灵鸡汤说的都对 但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人却是不同的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知道怎么做 和能否这么做是两回事 我一引而进 然后接着说 如果我习惯了借钱 把借钱作为生活方式之一 那我就会不止借你一个人的钱 一定会越积越多 乌泽也干了一杯酒 说 滑坡谬舞 你做了一件事情 不代表你会一直做这件事情 你是什么样的人 也不代表你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 我苦笑了一下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乌泽敏锐的觉察到了 我呆呆地看着沸腾的火锅 过了好久 问道 你有没有哪个时候 认认真真考虑过杀人 乌泽太了解我了 他知道我这么说一定有问题 于是想方设法追问我 但我把话题往别处引 始终没有把秘密说出口 吃过午饭 他约我周末一起打长篮球 重温下青春回忆 我满口答应下来 但内心却非常不情愿 柳如烟直到下午才回了我一条信息 晚上进木课 你带陶陶去吧 我问 你呢 他回 稍晚回家 我放下手机 只觉得一阵心酸和悲凉 我带陶陶上完课时已经七点半了 陶陶的作品完成度非常高 老实夸他很有天赋 我说 走 老爸带你去吃肯德基 陶陶非常开心 他拍着小手 说 爸爸真好 我最喜欢爸爸了 经过商场的一家玩具店 陶陶望着橱柜里的一个树屋玩具出神 我看着他 我想起小时候 我也是看到玩具就拔不动腿 爸爸每次去大城市出差 总会带很多我们这个小城市没有的玩具回来 我也因此成为周围小朋友羡慕的对象 至今 我家里都有好多当年的老件玩具 有些很有收藏价值 很多80后 90后的长大赚钱了 有找回童年回忆的冲动和需求 这批群体让老玩具的价格在二手市场上翻了好几十倍 我家里的老玩具后来卖掉一部分换了点钱 柳如烟曾想让我把剩下的野权卖掉换钱 我死活没有同意 因为在我看来 这些玩具是我对爸爸情感的寄托 陶陶 我突然下定决心了 想要这个玩具书屋吗 想 他天真无邪的说 爸爸给你买 陶陶想了想 摆了白手 我不要了 为什么 我好奇的问 妈妈说了 出去不要乱给爸爸要东西 爸爸赚钱很辛苦 不该要的东西不能要 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看着橱柜里的书屋 我听后心里百味杂陈 最后一咬牙 说 今天陶陶乖 爸爸想给陶陶买 我们九点多到家 柳如烟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把陶陶哄上床 讲了一个睡前故事后 他就进了梦乡 我来到沙发前 把柳如烟叫醒 他睁开眼 看了看表 说 糟了 还有东西没做 说完急匆匆往书房走 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有事要问你 他一愣 说 问吧 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事情在瞒着我 他事先一闪躲 说 没有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不道德 不要你管 他甩开了我的手 走进了书房 我追上去 但是书房的门被他从里面锁上 我推不开 开门 我气急半坏开始砸门 孙科 我要工作了 你有完没完 他也在里面喊 你知道我找你是什么事 我吼道 开门 突然 陶陶的哭声传来 我正在砸门的手悬在半空 回头 无奈叹了口气 朝卧室走去 陶陶坐在床上嚎嚎大哭 问 爸爸 是不是外面有怪兽 我抱着他 说 放心 不是怪兽 爸爸不会让怪兽来我们家的 万一来了呢 万一来了 爸爸就把他消灭 重新哄睡陶陶后 我轻轻敲开了书房的门 柳如烟哭红了眼睛 我看得出 他已经知道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我说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他一下抱住我 哭出了声 都已经这样了 无需再亲口道歉了 我现在更应该考虑的是 在什么时机 以怎样的方式来离婚 年轻人分手时 他们的关注点是爱或不爱 而随着年龄的增大 离婚时的关注点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 比如说房子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中年人闹离婚 鸡飞蛋打 一点也不洒脱 但你要知道 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未来的机会有很多 但到了中年就明白 离婚时拼命争取的房子 是自己甚至上一辈人一生的积蓄 换言之 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但我仔细想了想 抚养权也好 房子也好 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我离婚是因为我要在杀那个人的时候 跟柳如烟尽量拉远关系 唯一让我对杀人与否这个念头犹豫的是陶陶 我担心他将来会承受别人怎样的冷眼 担心他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教育的缺失 可是这种担心 远远小于我内心的愤恨 我承认这是自私的表现 但我的情绪被自己的自私绑架了 在付出行动之前 我似乎该跟某些人道别 我首先想到了父亲 但他好久没在邮箱里回复我了 我没有他其他的联系方式 想尽而不可见 其次是母亲 自从小时候他离开家后 我跟他就没再联系过 我结婚之前 父亲曾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婚礼 他说有事来不了 我觉得也没必要见了吧 还有谁呢 我翻看了一遍手机通讯录 发现我想告别的人里 只有乌泽了 我约了他三天后 在初中后门外的烧烤摊见最后一面 这三天里 我每天都请假提前下班 借了同事的车去柳如烟单位门口蹲点 掌握了审途下班后的生活规律 这个流氓下班后基本每天都有酒局 然后九点多会固定去一家夜总会 夜总会是DIP制 普通人进不去 他会在里面待到凌晨左右 然后司机送他回家 进入车库停好车 司机离开 此时他身边没有其他人 所以说 杀他的最好机会就在这时 我详细规划好了计划 确保一刀毙命 三天后 烧烤摊 乌泽先到 我稍稍来吃 这次 我将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好 我们说说笑笑 好像找回了之前那种 没有现实烦恼的单纯快乐 我们喝的有点多 话匣子也打开了 他说 从小之所以愿意跟着我玩 就是因为我家玩具多 赏心悦目 后来卖了一部分 我说 为什么卖 缺钱 我实话实说 我后悔卖早了 每年都在涨 不过最有收藏价值的那些 我看得准 都留下来了 你看 你刚还说自己一无是处 但你的这方面的眼光 还是挺好的 对啊 因为喜欢这个 所以一直在关注 不怕你笑话 为此还被柳如烟骂过 我跟他享受了吵架的经过 我们有个银行卡 专门用来存孩子的教育基金 孩子三岁的时候 拿出来一部分 柳如烟让我给孩子报个早教 说报什么让我选择 结果我在英语 游泳 体能等等早教培训机构中 选择了一个 在柳如烟看来 最没用的早教积木课 虽然我跟他解释 这个可以锻炼孩子的想象力 专注力 逻辑思维能力 等等 但是柳如烟不听我的解释 他认为我是玩物丧志 影响了判断 你的想象力 专注力 逻辑思维能力 怎么没练出来 他讽刺到 他催着我退钱 但看到陶陶是真心喜欢后 就忍了 那次让我难受的地方 其实不是柳如烟的不理解 而是我恨自己 没本事赚钱 要知道 这种争吵在有钱人家里 是不会有的 因为他们可以全报 那次争吵中 柳如烟要把我收藏的 老玩具都扔掉 我记忆犹新 他说 又不卖 摆在这里有什么用 我很难想象 嫂子发飙的样子 物则说 是啊 在外人眼中 柳如烟是个贤妻良母 文静大方 善解人意 但实际上 他变化太大了 尤其从最近这一年开始 突然 我有了倾诉欲 关于他出轨的事情 几次要说出口 但还是咽下去了 最后 我只能叹口气 说 都变了 物则缓缓给我的酒杯倒上酒 说 哥 这一年经历了挺多转折后 我有个感悟 啤酒墨溢出了杯口 我有时认为是别人变了 但更多的是 该有变的时候 我没有变 我漠不作声 喝干酒 物则不好意思说太直白 但他的意思我都懂 他也干了一杯 去年见你的时候 你就很消沉 我原以为 今年你会好一点 我苦笑 说 我装得挺开朗的 怎么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我 说 哥 你才不到三十岁 人生的上半场还没有结束 干嘛这么快认输 我摇摇头 物则 你很有才华 所以你有改变命运的筹码 可以去播剧度 但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 他们双手空空 根本上不了牌桌 没有筹码就先去找筹码 他把声调压低 似乎不想伤害到我脆弱的内心 比如现在直播这么火爆 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展示自己专业的一面 你可以找到你的兴趣点 做个视频号之类的 那是你们年轻人弄的东西 你就是年轻人 他认真的说 黑色幽默 我要筹备杀人 而你让我做视频号 更黑色幽默的是 我竟然在这一瞬间 有赞同他想法的冲动 此时此刻 我心中想着的是陶陶 我觉得自己在走上刑场之前 应该酝酿着赚笔钱给他 很讽刺 中年男人做什么事都四前顾后 磨磨叽叽 连杀人都如此没有激情 我真的做了 你没看错 我特么真的做了视频主播 在短视频平台开的直播 讲解一些老玩具 老物件的收藏体验 把这么多年的心得 一股脑倾倒了出来 观众很少 打赏很少 但我确实赚了一笔钱 盈利的方法是卖自己的收藏 我把家中几乎全部的收藏 以稍高于市场的价格卖出 套现了十多万 其中一张绝版集幻式卡片 就卖了两万多 这么多钱 够孩子上两年幼儿园了 沈途被杀前一个月 柳如烟对我说 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 我说 过段时间 变化会更大 当天 有个惊喜 平台私信里有人问我 还收不收绝版老玩具 我随口问都有什么 他发过来几张照片 照片中仓库的一角 堆得满满当当 接着又发来几张 绝版卡片的读照 我放大照片看了好久 最后 我心里算出了 这些老物件的市场价格 三十万 其中有三张不同的绝版集幻卡 每一张都在两万以上 并且还在涨价 他加了我的微信 开视频给我看他的东西 还当着我的面 在我的选择下 开箱咽了一个 的确是正品 我磕磕气气的说 考虑一下 然后挂断了视频 我的思绪也随着视频断掉 整个人都猛了 几分钟后 我才意识到 有一个怎样的机会 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当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 我思来想去都觉得 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些老物件越来越稀有 所以一定会越来越升值 第二天 我叫上了乌泽 开车去了那个人所在的城市 和他见了面 那人比我大两岁 看上去很实在 他说他的妹夫 在一家集团公司工作 公司老板的儿子喜欢这个 后来公司破产 欠他账 他趁机把这些收藏 都搞到手里来抵债 我抱着怀疑的心态 又验了几个 发现的确是真的 这满屋的玩具 就是堆积的人民币 我将乌泽拉到一旁 对他说 兄弟 这是我人生中 为数不多的赚钱机会 我想赌一把 乌泽说 我不懂 但你专业 如果这是你 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的话 我支持你 我说 我卡里有不到二十万 你再借我十万 没问题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一定得答应我 说 交易以你的名义买 这些货放你名下 物责没问为什么 而是开玩笑说 你不怕我私吞你的货 不怕 我说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这些货就是你的 你转手一卖就赚钱 他皱眉 别说晦气的话 有个成语叫 以语成衬 我说 我不管什么成衬 我只要这次交易成真 当天 我就联系到了物流 加了点钱 让他晚上装车 赶夜路回到了家里 我和乌泽一路开车 跟在货车后面 前面的货车 每颠簸一下 我的心就紧张一下 到家后 我把货都卸在了储藏室 第二天 柳如烟看到储藏室里 满满的玩具 差点晕过去 我承认 我曾答应过他 不再收藏这些东西了 不过 他也曾答应 永远不会背叛我 我们平手了 陶陶后来也看到了 这些玩具 他高兴地跳起来 说 爸爸真好 给我买了这么多玩具 我看着他 没有解释 孩子就该生活在梦中 不是吗 不出所料 短短半个月内 这批货的市场价格 提升了将近5% 其中那三张卡片 涨势最凶 按照我最终的判断 明年这个时候 总体收益在30%以上 这种收益 比大部分理财产品 高出太多了 成长交给男人的 另一个道理是 任何事都是有关联的 男孩打架就打了 逃客就逃了 爱就爱了 恨就恨了 这些事是独立的存在 男人则不一样 每做一件事 都会有连锁反应 能赚钱了 就意味着 在家里地位的提升 这点充分表现在 柳如烟对我的态度转变上 我去杀沈途的 前一个星期晚上 他给了煲了汤 我们聊了许多 他说 看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是不是压力太大 希望我注意休息 我不怪他事例 没钱的时候 不去赚钱 就是在逃避 而付出辛苦 赚到钱 本身就值得被关爱 这是人性中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喝着鲜美的汤 对他说 柳如烟 你辞职好吗 柳如烟低着头 没说话 那件事一直让我觉得很难受 我实话实说 柳如烟立马抓住我的手 紧紧握住 说 我明天就辞职 然后再去找别的工作 暂时找不找工作无所谓 重要的是 我想让你离开那个环境 柳如烟说 我明白 我本来想开口说离婚的事情 但是他依偎在我身边 让我怀念起 刚谈恋爱的那个夏天 那时我们在出租屋里 靠在一起吃西瓜 西瓜质流到手上 我们互相往对方脸上抹 嬉闹了好久 然后用笔记本看电影 他把头靠在我肩膀 看累了 两个人就这么睡着了 夜一醒来 我去屋里拿来毯子 盖在他身上 他说梦话 老公我爱你 可惜 美好的时光只存在于过去 我经常在想 一命换一命 值得吗 每次的答案都是 值得 假如一个人 把你生命中最爱的东西毁掉 然后再把碎裂的他还给你 你会原谅这个人吗 如果原谅 那就证明了你一生中 根本就没有最爱的东西 这是更悲凉的事情 柳如烟 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要把毁掉你的那个人杀死 连续几天 他睡着后 我都会在凌晨 偷偷去到沈途家小区的地下车库里 模拟杀他的过程 我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绝对不能浪费 每次看到他醉醺醺回家 我都恨不得手里立刻有把刀 杀意真正无法遏制的那天 雨很大 虽然我拿了伞 但依旧领得我很狼狈 去到公司 十一打量了我一番 指着我手中的笔记本提包说 公司发给你的笔记本 就不知道爱惜吗 我说 十一 这个笔记本我是抱在怀里的 你看我全身哪里不比这提包是 十一瞪着眼睛要发飙 可没等他回应我就继续说 再说这个提包是防水的 是我用工资自己配的 公司发的那个提包被你借走的 你忘了吗 孙科 十一指着我大吼 你不想干就走 正巧 不用我自己辞职了 我把笔记本往地上一放 潇洒的转身离开 十一怪笑了三声 嚷嚷道 说走就走 真跟你爹一样 我停步 回头 他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原来父亲也是我的底线 我走向他 他也挺着胸 仰着脸 怎么 还想打我啊 他说 我点头 对 我起手就是一巴掌 啪一声狠狠打在他脸上 他呆又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巴掌印 他惊恐地看着我 公司的同事也都看向这边 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惊讶 我说 你跟李叔说 谢谢他这么多年收留我在公司 我感谢他 但对于你 我没有任何谢意 我转身走出了公司 来到外面我才发现 自己没把伞带出来 但我不想再返回这束缚我的知学中了 索性迈开大步闯进雨中 这雨太大了 整个世界都是模糊的 我返回家中 浑身湿透 柳如烟辞职在家 正在求职网站浏览职位 看到我这样吓了一跳 我没对他说实情 只是说有点不舒服就回来了 我洗了的澡 披了一件长衣服在身上 但还是不停打喷嚏 柳如烟翻找了一边药箱后 说 你等我 我去对门借点板栏根 他出门后 我随手拿起沙发上柳如烟的手机 滑开 手机提示 请输入密码 我试了陶陶的生日 他的生日 我的生日 都不对 他的手机之前 从来都没有射过密码 这笔语更让我感到冰冷 但还没来得及冷透 就被一把火点燃 柳如烟推开门 喊 不好了 物业说地下室漏水了 我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 冲去了地下室 雨水从储藏室的门缝中涌入 我脱下身上的衣物 塞在门缝下 然后不停用手往外挡水 柳如烟回家拿来脸盆 调肘 床单 想尽一切办法阻挡雨水 物业那边 也扛来沙袋和抽水机 一直折腾到夜里 才算把水弄干净 战战兢兢 我打开储藏室的门 发现物品淹了一小部分 像这种物件 收藏它的人 要的就是时光凝固 再次的还原感 所以橙色特别重要 经此一淹 就几乎等同于废品了 我无奈计算着损失 将一件件 以无法复原的旧物件挑剪出来 那种感觉 就好像在玻璃童年的美好时光 还好 损失不算太大 这批货总体来算 多少还是赚点 谢天谢地 老天爷保留了我最后一丝期待 回到家后 我脚下一软 裂切了几步 差点摔倒 我浑身疼 头也昏昏沉沉 一两体温 已经39度了 退烧药丝毫不起作用 柳如烟让我去医院 我说再等等吧 为了不传染陶陶 我准备今晚在沙发上睡 柳如烟给我拿来厚毛毯 还煮了一大杯姜水 喝下去后 却还是浑身发冷 我很快就睡着了 然后 见到了父亲 他穿着西服站在我大学的校门口 微笑着朝我招手 那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我走上前 问 爸爸 你这几年去哪里了 他笑着说 我在外地啊 为什么不回来 你不懂 他依旧笑着 我本地的人脉和信誉都已经坏了 谁会再跟一个欠债的人做生意 所以我只有到外地才能翻身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 我马上就赚够钱了 他的面貌没有衰老 还像当年一样 我说 爸爸我想你 他说 我也想你儿子 我还想我的宝贝孙子陶陶 陶陶看过你的照片 他认得爷爷 太好了 我回去后要好好抱抱他 然后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再分开了 他点燃一根烟 你最近怎么样啊 很不好 不好是暂时的 不要放弃 要努力 我没有天赋 我不像你一样有生意头脑 我好像做什么都不行 没关系 慢慢来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所以一定会有好报 爸爸 我可能不再善良了 为什么 我要去杀人了 爸爸愣住 双眸里的神色渐渐暗淡下去 半晌 男男道 混账 我没说话 他失望地看着我 用低沉的语气说 怪我这个当爸爸的没教好你 他转身走开 我冲他喊 爸 你快停下 这次别再走了 他不说话 不回头 只是往前走 爸 六年了 你让我再多看看你 我跟在他后面 快步追赶 但无论我怎么跑 还是追不上他 他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他经过我小时候的游乐场 经过摆满玩具的货架 经过公园的假山 经过老家的大槐树 经过无数个童年记忆中 场景拼接起来的大地 然后消失在地平线 我醒了 眼里全是泪水 止不住流下来 我起身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出来后看到书房里柳如烟正在做简历 他没有注意到我 我也没打扰他 经过餐厅的时候 我听到了他手机微信的轻微响声 循着声音看去 黑暗的厨房中 手机发出了银银的微光 我走过去 看到手机屏幕上 审途发来的消息 我在你家车库 下来吧 我呆呆站着 看着这一行字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 我回到沙发上躺下 盖上毛毯 等待着一个时机 电话铃声响起 几秒后挂掉 柳如烟从书房出来 到厨房拿起手机 看到信息后先是回了一条 然后走到我面前 伸手试了是我的额头 我装作睡觉没反应 他匆匆穿好衣服 然后出了门 我睁开眼 去厨房拿了把水果刀 刚要出门 想了想 又进了卧室 陶陶睡得很香 我摸了摸他的头 然后 亲了一下他的小脸蛋 陶陶 爸爸没能陪你继续成长 实在对不起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卧室 死死攥着手中的刀 一定要握紧 不能脱手 要多次几次 我来到自家车库 找了很久 才找到躲在角落柱子后的他们 我慢慢靠近 藏在了距离他们很近的 另一根柱子后 不知是不是高烧的缘故 我听不太清楚他们的对话 但从情绪上可以感觉到 他们似乎有了矛盾 语气越来越激烈 突然 他动手一拳打在了柳如烟脸上 柳如烟捂着脸蹲在了地上 沈途骂骂咧咧 转身离开 他的这一拳 彻底把我的杀意击到了最大 我持刀尾随在他身后 我浑身颤抖着 分不清是激动还是害怕 他来到他的奥迪A8车前 我此时离他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 我握紧刀 加快脚步 突然 我朝那黑影看去 只见一个穿黑羽衣中年男人手中 同样拿着一把水果刀走向沈途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从他眼中 我看到了比我更凶恶的杀意 这眼神让我身躯猛地僵直了一下 停住了前进的脚步 但他并没有停下 在沈途打开车门的同一时间 那个中年人前跨一步 伸手搭在沈途的肩膀上 沈途转头 看到对方的脸后 他表情一下变得惊恶 对方二话不说 一刀就捅向了沈途的胸口 紧接着两刀 三刀 四刀 血从胸口往外涌出 建设到了他的豪车上 他的眼睛一点点失去生气 身体瘫挡在车前 那人仍没有放下手中的刀 继续捅着 最后 他捅累了 也坐到了地上 跟尸体并排 卸下浑身杀气的阿修罗 变成了一个颓废的普通中年人 他将刀扔在地上 看着呆落目击的我 说 兄弟帮我报警 我去警察局陪同妻子录完口供 才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沈途和马姐有婚外情 但他们不直接联系 而是通过柳如烟 柳如烟多次推脱 不想做这种事情 但是领导以辞退为威胁 让他无奈之下 做了不道德的牵线人 柳如烟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最近一年多 在情绪上起伏很大 出差那次 也是领导和马姐让他陪同 为的是打个幌子给别人看 那件情剧内衣 也是马姐让柳如烟购买的 我质问柳如烟的那天 柳如烟以为我知道了 他在做这种事情 后来马姐的老公不知为何 知道了两人之间的奸情 大闹公司 沈途把这件事 和柳如烟的辞职联系到一起 于是来到我家车库 殴打柳如烟解气 却没想到 被一路跟来的马姐老公杀死 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个男人的眼神 那种绝望中饱含杀意 让我打含到止步的眼神 或许他曾承受的东西 是几倍于我吧 柳如烟受到的惊吓非常大 我安慰了很久 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 从警察局出来后 我抬头 看到雨后深夜的漫天繁星 像极了我大学时 向柳如烟表白那晚 我心中的一块顽疾被治愈 生活回到了正轨 但是命运之神的锤打 仍然没有终止 就在杀人事件之后一星期 我突然看到了一则新闻 急换卡的原厂家 要重新生产三款绝班卡 我仔细看了很多遍 跟我手里的那三张一模一样 我苦笑 给那个卖我货的人发信息 朋友 割了一手好酒菜 信息发送失败 呵呵 我早已经被他拉黑了 一切都很明了 人家提前得到了内部消息 在官方消息放出来之前 清理了库存 要知道 这种绝班卡牌一旦再版 就版将急速贬值 原来 我就是个大傻叉 我绝望地算了笔账 即便剩余的货物 按照涨势良好来算 仍然会倒赔几万元 每个人都有发财梦 这次轮到我先行 对此 柳如烟的反应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本以为他会骂我 但他没有 你努力了就好 失败不怕 他鼓励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 柳如烟 其实我也不怕失败 我怕的是失去你 幼儿园马上开学了 我和柳如烟 最终人不得不面对 上哪家幼儿园的分歧 这次我让步了 平心而论 我觉得你说的对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几口就把他 给我做的三明治吃完了 先凑齐第一年学费 然后我努力赚钱 柳如烟说 只要我们努力 我相信生活会好起来的 没错 我穿上西服 提上公文包 准备去新公司报道 我会努力的 陶陶放下玩具抬起头 奶声奶气的说 我也会努力打 我们不禁大笑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警察局打来的 是孙科吗 我是 上次你在我们 局录彼录的时候 留下了毛发取样 经过DNA对比 和在缅甸境内 发现的一具华人尸体 有极高的血缘关系 他应该是你父亲 我整个人彻底傻掉 眼前天旋地转 物责陪我去了警察局 我了解到 父亲的尸体 发现于一个月前 他之前一直在缅甸 从事浴室生意 后来死于一场踏方 我气不成声 回到家后 我收到了物责的信息 他说 我这里还有点钱 需要的时候说一声 没错 父亲尸体的运费 火化费 以及目的的购买 加起来是一大笔支出 这会让我的家庭经济 雪上加霜 但 钱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不再是最重要的事 来 陶陶 我招呼儿子来到我身边 跟我学 我朝着一个方向跪下 他也很配合地跪下 我磕了一个头 他也跟着磕了一个头 那是缅甸的方向 我眼前浮现出很多 我跟父亲相处的画面 我努力地去想 努力地去记 我要把他们 永远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 这是父亲留给我的 最宝贵的东西 陶陶 我们迎爷爷回家 全文完